听说了吗 最近我国又有了一项震撼全球的科技成就 是的 你没听错 我国成功申请了双发传练 垂直起降飞机技术专利 这种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双发垂直起飞技术 竟然被我们的科学家们研发出来了 试想一下 如果一架战斗机无需跑道 能像直升机一样 在原地垂直起飞和降落 这彻底颠覆了传统飞行器的概念 它不仅能像普通战斗机一样高速飞行 更能在空中自由变换飞行姿态 让敌人在它变幻莫测的行踪中 束手无策 这个消息传出后 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身上 无数的媒体争相报道 在他们看来 这架战斗机就如同战争中的一把利剑 不仅能对敌方造成致命的打击 更能让战争的形态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 美国更是感叹这架战斗机的出现 可能让他们在未来的战争中 可能会处于练势 这架战机不仅具备F-35B的地面 垂直起飞能力 机动性和灵活性更是胜出一筹 更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这款战斗机的性能出众 但其建造成本并未因此而大幅提升 反而大大降低了维修的难度和成本 这无意味我国军事力量的持续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事项以下 这样的战斗机被装载在075 两栖攻击舰和未来的076 大型水上攻击舰上 再配合其他隐身无人机 那将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航母打击力量 无论是从作战效率还是从战略威慑力上来看 这种搭配都将给我国国防带来实质性的提升 我们身处的世界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这架战斗机无疑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仪仗名片 意味着我国在航空工业领域的技术突破 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引领了新的军事革命 这无疑是对我国国防实力的一次重大提升 也再次证明了我国在科技创新和军工制造领域的领导地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